作为香港喜剧代表人物的周星驰与王金曾为大家奉赏无助经典之作 只可惜在《千王之王》之后未再合作过 两人被曝已交恶十余年 近日有知情人透露 两人私下以兵士前嫌开始和解 在王金担任主行为的《安徽卫视超级孝心》节目中 周星驰将有望作为总决赛嘉宾出席 这也将是两人近13年之后首都同台 关于两人交恶的内幕 更多人认为是在合作《千王之王》时爆发的 当时在片场 两人相互不服对方 在很多电影情节上发生诸多争执和矛盾 两人还经常掀起口水战 早前王金正是在微博上暗讽周星驰过于爱情 而且还在媒体面前直接指责周星驰 王恩负义是个伪君子 而周星驰对于王金的各种言论 则在西游祥谋片发布会上一一回击 另按指王金拍的很多是烂片 被媒体问及与王金的关系时 周星驰更是直接以和他不熟悉 与王金划清界限 这场隔空的口水战 也向外界证实两人多年的骄恶状态 据知情人透露 即将于11月下旬在安復卫视开播的 国内首当孝心选秀节目《超级孝心》中 节目制作方也曾利邀周星驰与王金 两人一起担任节目主行为 沟通过程中 两人未有互相排斥之意 其中王金已确定加盟担任节目主行为 而周星驰则因为要忙电影等当倾诉 无法全程配合担任主导师 但他表示将根据电影拍摄进度 考虑节目组提出的 总决赛以嘉宾行为身份加盟的建议 而如果一旦最终促成 这也是两人近13年之后首都在同台